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开始这个什么是房地产 各位这个名称大家都觉得很容易物质地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呢 今天我要给大家知道是为什么要投资房地产呢 什么是房地产 那么 大家看一下就是 房地产 其实并非是一个 土地加上建筑物 一个房地产如果你是一位投资者呢 很重要的一点一件事就是 房地产不是那个土地 不是那个建筑物它的价值 价值在那个空间 价值在那个使用的空间 所以大家买房地产 不是看这间物质比那间物质漂亮 对不对 不是看这间物质比那间物质大 对不对 那么 它是一门所以 如果这个房地产 这一栋建筑 能够拿来使用 作为生产性的 很多人以为买一间房子 就是买一间房子 其实买一个房子 最重要的是它的生产性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我们现在一直在卖做的 好像这个凤凰广常 UE3 一方尺 我们以前要卖 在那个Dana Hatha 的时候 一百多块钱 送来旺 送来旺 一方尺七千块 甚至一万块都有人要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差别 那个价值呢 不是一百块一千块一万块 那个价值是我们能够用这个房地产来做什么 今天房地产是一个产品 如果各位来这边要投资的话 你的第一个概念一定会对的 就是我不是买一间房子 给我孩子 留给我孩子 那种不是 房地产买来是不是 这个房地产 是怎样的一个产品 有什么用 那么 大家也要知道 买了这些物质 不是容易是我的 很多 我有一些 年纪比较大的一个朋友 他想 我买的东西绝对不卖 因为这些房子买了就是我的 我不卖 一定不卖 当然这个 这个 这个概念 有一些叫做 sentimental value 那些扯开 撇开一下 我们不谈 我们今天谈的是投资 所以 你的这个房地产 你的这个房子 电路也好 是建在一个土地上 这个土地是属于国家的 今天 你不能够说 我有一块土地 我要建一个 一个庙 我要建一个 我要建一个office 我要建一栋楼 不是你要讲 要建什么 就建什么 好 大家要知道 这个是要由我们的 国家政府可以决定 这一区是建什么房子 你的这个图可以建多高 什么 所以 这个房地产 不是你绝对的 你拥有 你拥有的是一个产品 一个生意 那么 今天 当你把那张纸打不见 那张纸叫做地契 带着 那个房子可能就不是你的 你不能够说我住在这里很久了 这个是我的 我的主公 我的孙子 全部住在这里 没有 今天房地产只是一张纸罢了 当我们看到很大的灾难的时候 这一个房子可能永远都不是你的 也是有可能 我记得 小时候我看到一些电路 火烧电路一排过去 到今天已经是三十年了 我们一定要经过的一个 向下的一个地方 到今天还没有得建房子 那么当然在地契方面那些的 这个 因为这个是 在比较向下 是古老船下来的这个房子 但是在一个灾难来的时候 像四川今天这个可悲的一个 一个飞机的话 很多是你的 不是你的 甚至地震 甚至是任何一个海啸出来 房地产可能不是你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 房地产的投资在 时间性也是很重要 我们看下一个 那么为什么是房地产呢 这个东西每个人都很容易讲就是 房地产这样好那样好 那也有人就说就是 股票比较好 这个Commodity 期货交易 或者是买黄金也好 当然各有个好处 但是房地产一个好处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 recession proof 房地产是绝对的一个保值 各位3月8号也好 世界发生大海啸也好 你没有看到我们马来西亚的房地产 马上硬生而跌呢 没有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股票 隔天马上大落 刚才是一些 现在小姐已经讲了 10% 10%是很恐怖的一个数字 10%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 那这样的事在3月8号之后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只是一个正常的民主的程序 但是股票市场可以应声而跌 但是房地产你到现在你没有说 今天发生大灾难明天大跌 没有 它有它的价值的存在 那么另外一点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的 特别是我记得 全滨州首席部长 其实跟 在滨城做一个开幕的时候说过 土地永远不会增长 当然滨岛 新加坡岛永远不会增长 这个可以填土了 但是填土也是要从别的地方拿土地过来吧 所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 土地决定会增长 人口增长多少呢 大概我跟你分享一下 那么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投资房地产和投资股票不一样 股票我最多给你T plus Y T plus 几度 好 还是要给钱 房地产呢 记得我讲房地产不是你的 很多原因的 房地产有一些人 甚至一毛钱都不用出 100%都不用出钱都可以暂时拥有 所以房地产不一定要用自己的钱投资 至少 当然我不要讲你们非常有钱要用现金买的 至少很多人拿八十九十七十六十五%的这个 叫做贷款 所以事实上 买一间一百万的房子 你需要一百万一百万的现金吗 没有人拿出一百万的现金 就是很有钱的人 他也不拿出一百万的现金 对不对 所以记得没有钱也可以投资房地产 而且可以投资十倍 五倍七倍的那个价格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 房地产可以 可以繁殖的 这个人的庭人很奇怪 没有生命啊 怎么会繁殖呢 我在做这个讲座的时候 突然间二十年三十年前 二十年前的那些美国的朋友打电话给我 我说 这个讲到很好 我听说你能够把这个什么产业变变变变变变 他说 你知道我买了多少间房子了吗 我买了五十八间了 你知道我用了多少钱吗 我只是用第一间的钱罢了 多久的时间大概是整十年吧 现在美国出现这个房贷 subprime的这个问题 他还很乐观的在那边 我还在找物质买 我现在回来KFCC买了房子 这个事业要再回来 他说房子可以生的 怎么讲呢 Leverage 就是当你买了第一间房子之后 接下来第三第四节的时候 下午的时候我们会讲很多这一方面 能够利用第一间房子去买第二间房子 第二间房子和第一间去买第三第四间房子 可以有生命的这样买下去的 这一些都是我们今天代表会跟你分享的 那么房地产 一代从一代这个是最普通的 每个都讲了 哎呀 我买一个房子留给我孩子 留给我孙子 至少他们有房子住 但是你有没有看过股票 甚至是生意 我的大企业 我现在是全马来西亚首顾 我把我的大企业留给我两个三个孩子 这两三个孩子能不能够一代传一代呢 人家说付不过三代 这个还是一个大问号 我们不排除第二代会更好 在马来西亚你可以看到有几家 上市公司第二代是真的做得非常好 但是很多人也知道 要借手一个企业 特别是现在在这个社会竞争的社会是不容易的 但是房地产怎么样传下去呢 即使那个人不会打理这个房子 放在那边 他的价格 在这个长时间来说 也是绝对不会像生意这样突然间垮掉 生意垮掉还没有关系 生意垮掉之后还道歉了 老豆可能留了十亿元给你 生意垮掉之后 道歉了十亿元给人家 这个是下三辈子 本来是要传三代 结果要负债三代 这个就是房地产的这个的不一样 那么房地产的第一风险 大家都相当的清楚 股票可以一起一跌 很多人就说赚钱容易 但是大家忘记了亏钱更容易 房地产有亏吗 有 不过其实 买了房子会亏本的人 包括我自己开始的时候也是亏过 是很奇怪的 因为买房子 本来就不应该会亏本的 但是我们会看到很多人买房子亏本 为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会再看一下